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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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高愁少 阿豪新李製造的公關災難 真是永遠不會令人失望 正了一排 這排主要攻擊他的徒弟那邊 可能他的徒弟搶光了 現在又來做些事 駁大家目光了 是這樣的 Facebook 那個反Sunny群組 在近日 又爆Sunny的黑材料出來 有留意過Sunny 都知道Sunny不吃牛肉 是因為迷信 但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就當然不是啦 喜喜Sunny前女友底 原來前女友說過 喜歡不吃牛的人 她戒了牛的啦 謎 謎底一切已戒開 Sunny不吃牛 是因為前女友不吃 所以才不吃 這個飲食習慣 分手之後 還是繼續下去 真是好癡情 完全不是什麼迷信 這件事再一次證明Sunny誠信破產 講大話講上癮 好啦 這個爆料爆出之後 無奈 居然遭到舉報 舉報速度相當快 就這樣整個局沒有了 要令我開過 相信講中了要害 那誰舉報呢 不用多說 這種行為不是第一次的啦 每次一局關於她的壞事 都會很快遭到舉報 然後整個局沒有了 有一次 還試過整個群組 被她舉報到沒有了 要令我開個新的出來 她打算值此滅聲 不會再有她的黑歷史爆春 但其實 哪有可能滅到的 你舉報一個 開多幾個 舉報越多 開得越多 被更多人知道 被錯過的人重溫 舉報滅聲 算了 其實還差 現在個個都知道你癡心情長劍 SUNNY這個YouTuber 真是一個很好的 反面教材 原本拿著一手好牌 還有一班人支持 不斷把這手好牌患難 越玩越難 玩得更半親力 沒有人再想支持她 而是 盡快和她割席自保 拍YouTube 拍到她這樣的樣子 我都是第一次見 看來她都 真是幾不想靠YouTube運成 要轉行 認真 有心想繼續靠YouTube 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哪有可能 這樣處理爭議事件的呢 罵觀眾 滅聲 說話不算數 沒有的了 SUNNY的YouTube生涯 可以畫上句號 我們懷念她 最後 也都在這裡作出一個呼籲 如果大家想更進一步 了解日生帝國的黑歷史 可以加入這個 反日生Facebook群組 這個群組的日生資訊 不是開玩笑 真是好有料 有興趣可以進來看看 日生帝國 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全部都蛇鼠一窩 準備永不翻身 好像屎萊姆那樣了 KOL無聲譽 等於沒得了 相信沒有廣告商 願意找些聲譽差的人 賣她品牌廣告 搞臭她的品牌 日生帝國的時代 經已過去 再見 有些事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回不到她以前那樣了